兩枚迫擊砲擊中足球場 草地被炸穿過洞 當時有足球隊正在場內訓練 而旁邊的足球員宿舍玻璃槍被震碎 宿舍當時亦有幾個足球員 其中一個19歲球員被炸死 另外有多個球員受傷 敘利亞國營電視台指責 是反對派武裝分子發動襲擊 原本計劃攻擊足球場旁邊的軍事設施 另外在大馬士格士郊一個住宅區發生爆炸 多動建築物起火 有傷者由其他人救出 有人權監察組織指 是政府軍戰機發動空襲 讓至少20人死傷 敘利亞自前年爆發內亂以來 聯合國難民處表示 已造成7萬人喪生 超過85萬名難民逃到輪郭躲避戰火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李漢文報導